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包括相当一部分黎巴嫩真主党成员 而且就连伊朗驻黎巴嫩大使也在这次事件中受了轻伤 对于此次黎巴嫩传呼机爆炸案 即便是美国方面的许多专家人士和主流媒体 如CNN和美联社之流大多也认为是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在幕后操纵 其目的就是要给予真主党严厉的打击报复 并迫使真主党的潜伏人员提前暴露出来 再说到此次黎巴嫩传呼机爆炸案 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关键元素 就是以色列情报机构的作案手法 为了躲避以色列方面的监控 黎巴嫩真主党从今年2月份开始 就已经逐渐停掉了对手机的依赖 转而命令组织成员改用更古老 但是相对而言也更保密的传呼机来联络通讯 据一位真主党官员透露 真主党方面当时采用的传呼机 是一家境外厂商生产的全新型号 不过他并没有交代这家厂商的名字 对于传呼机的品牌型号也是讳目如深 而在此次爆炸案发生之后 路透社方面通过对爆炸传呼机残骸的调查 最终证实这款给真主党造成了重大打击的传呼机 是一家名叫金阿波罗的台湾省企业生产的型号AR924 据有关人士透露 以色列情报机构很可能事先就把高能爆炸物 给填充到了台企生产的AR924型传呼机里 在真主党方面将它们批量采购回去 并分发使用之后 再择机通过远程遥控 提高电池温度的方式来引爆传呼机 因为以色列情报机构使用的是军用级别的高能爆炸物 所以每台传呼机里头只需要填充大约3克 就能在引爆传呼机的过程中给使用者造成严重伤害 甚至是置其死亡 这一系列资讯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 特别是那家身处暴风眼中的台湾省传呼机厂商金阿波罗 我于是就寻着相关线索在网上找了一下 结果还真让我找到了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 金阿波罗是一家主公传呼机的台湾省厂商 成立于1995年 创始人名叫许清光 虽然金阿波罗的员工人数很少 只有区区几十人 而且生产的产品也是早就被主流移动通讯市场给淘汰的传呼机 但是金阿波罗的经营情况却相当良好 早在2010年年营业额就达到了2亿新台币 也就是约合人民币4400万元 而且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金阿波罗现在已经成了美国最大 欧洲第二大的传呼机和对讲机供应商 有人可能会好奇了 金阿波罗不过是一家主公传呼机的厂商 按说在如今的主流移动通讯市场上 早就失去竞争力了 何德何能 狗活到今天还没死 而且还在美欧等发达地区混成了一方小霸王 关于这个问题 2011年7月下旬 台湾省媒体天下杂志 曾为金阿波罗出过一篇专题文章 这篇题为金阿波罗用对讲机抠注FBI的新的文章 在一定程度上就能解答外人的相关疑惑 我在这里结合原文中的几个主要段落 将其中的关键要素提取出来 大家可以自行感受一下 二山中五老虎蛤蟆当大王 传呼机对讲机很多人很久都没见过 是早在数个世代以前就被淘汰的产品 许多大厂甚至已经把它列为古董放进展览室 而台湾省却有厂商持续进耕 把呼叫机做到美国第一大 欧洲第二大 甚至连美国联邦调查局都是它的资深客户 若论毛利率 它甚至部署宏达电和联发科等台湾省知名大厂 这便是位于台北市新纸区的金阿波罗 金阿波罗早期是省内的传呼机厂商 1995年成立时 台湾省正火热流行BPG 不料短短4年后 中华电信宣布不再释出传呼机门号 于是相关市场在省内一瞬间归零 这是金阿波罗成立至当时最大的一场危机 为此金阿波罗的创办人许清光 不得不把市场转向海外 原本专攻省内市场的许清光 到海外参展时 才发现海外市场的巨大需求 这些需求主要集中在美欧等国的特殊部门和安全机构 比如美国的FBI和欧洲各国的消防局等 有鉴于此 许清光决定固守客制化对讲机领域 从生产模式 备料到营业额都做出针对性调整 简而言之 就几句话 金阿波罗完全放弃了走主流路线 一门心思当一个非主流 就渴着美欧等国的特殊部门和安全机构的羊毛蒿 把所有技能点全点在一条 细长狭窄的垂直赛道上 因为金阿波罗选择了一条几乎没什么人会走的路 而且不涉及标准化产品 主打一个全定制化 所以金阿波罗也不像很多其他的台湾省电子厂商那样 对大陆的产业链有那么深的依赖 金阿波罗自始至终 都把自己的生产端放在台湾省内 与台湾省内的代工厂合作 除了生产组装外包以外 金阿波罗一手负责接单设计采购原物量 在自己品馆出货 而且因为和大陆的往来较少 美欧甲方对于金阿波罗的出品相对而言也比较放心 所以就更愿意把更多的单子交给金阿波罗来做 如此一来 随着双方这种合作关系的不断加深 金阿波罗的产品在美欧等国特殊部门 和安全机构中的占比也越来越高 并最终成为后者的垂直领域市场上 数一数二的小霸王 天下杂志在文章中提到 截至2010年 金阿波罗所生产的船户机和对讲机 在荷兰的市产率已经达到了99%以上 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也各占60%和70% 在这些西方国家 金阿波罗所生产的船户机和对讲机的消费群体 主要就集中在情报消防和国防等部门 以美国的FBI为例 FBI对于金阿波罗家生产的一款 可以收发文字的对讲机情有独钟 在外出执行任务时 队长可以用它随时向10名以上的小队成员下达命令 这款产品并没有什么很值得为人称道的独门绝活 但是对安全机密的要求极高 说白了 FBI之所以选择金阿波罗家的产品 就不是因为它有多高的技术含量 而是看中了金阿波罗这家台企的特殊背景 觉得他们家的东西信得过 要是金阿波罗的船户机和对讲机 是外包给大陆的代工厂生产的 那么我相信 就算他们家的机器技术含量再高 价格再公道 以FBI为代表的西方特务机构 肯定也是不会加以考虑的 在了解了以上情况之后 让我们回过头来 看看这一次的黎巴嫩船户机爆炸案 很多乍一看匪夷所思的事情 其实仔细想想也没有很离谱 为什么真主党放着好好的手机不用 非要用落后的船户机呢 因为船户机的通信更安全 不容易被以色列的情报机构监控 为什么买船户机非得买一家台资品牌的呢 因为现在世界上仍然在制造船户机的企业已经很少 而金阿波罗又是其中的领头养 只有他还在不断推陈出新 继续研发新款的船户机 为什么炸的是金阿波罗的船户机呢 因为美欧等西方国家的情报部门和特务机构 实际上就是金阿波罗目前最大的金主 金阿波罗很多卖得好的产品 就是对标美欧特务机构的特殊需要专门研发出来的 美欧特务机构都知道的事情 和他们穿一条裤子的以色列情报机构自然了如指掌 莫萨德想要在金阿波罗的机器上动什么手脚 简直不要太方便 这和让黄鼠兰看守机窝也没什么区别 三 黎巴嫩船户机爆炸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启发 除了上述情况之外 我还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找到了一些非常值得玩味的资料 李表芳说 正如咱们前面提到的那样 此次黎巴嫩船户机爆炸案中卷入的那批金阿波罗船户机 他们是珍珠岛在今年上半年采购的 而同样是在今年上半年 台委当局在今年4月中旬曾经接待过一个 窜台的所谓以色列议会代表团 而且这些以色列人还是蔡资子亲自接见的 双方交谈甚欢 并且蔡资子还在会见过程中向以色列人承诺 将深化双方的合作关系 再比方说此次发生大规模爆炸的金阿波罗产A2-924款船户机 这是一款防水防尘能力达到了IP67级的产品 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标准 它意味着A2-924是完全防尘的 即灰尘无法进入设备内部 而且还能在不超过一米深的水下 持续浸泡最多30分钟而不受损坏 对于一款准军用级别的通讯设备来说 这样的双方标准无疑是相当合适的 而为了将产品打磨至如此程度 厂商通常需要用到超声波焊接技术 以以色列现代的技术水平和人力成本 要想将3000部使用了超声波焊接技术的 A2-924船户机无损拆开 往里头填充军用高性能炸药 完了再给他们完好无损的安回去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珍珠岛或许没有能力弄清楚 他们采购的这批A2-924船户机里头 到底都装了些什么东西 但是他们绝不至于说 连船户机表面被人动过的痕迹都看不出来 如果那么多船户机都看不出来 那只能说明这批船户机很可能自始至终 就没有被人拆开过 而是负责组装生产他们的厂家 打从一开始就往机器里填充了爆炸物 这些内容展开到这里 各种的原油蹊跷和利害关系 想必大家应该也能琢磨出一二了 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过去这么些年 一直致力于推动企事业机关部门 关键设备的全国产化进程呢 哪怕其实我们自己的心里头也清楚 现阶段很多国产化的办公设备 其实压根就没有国外的同类产品好用 门道就出在这里 这种事情我们只能未雨重谋 你要是像黎巴嫩这样 等到出了那么大的岔子 才悔不当初 到那时真的就连黄花菜都凉了 为什么美西方政府和他们豢养的媒体DW 那么热衷于给我们生产的电子设备 扣植入监控程序 安插后门设备的大帽子呢 因为这些狗屁倒造的阿扎事 本身就是他们干过的 要么就是在干的或者是要干的 人想象不出不存在于自己脑子里头的东西 他们给我们罗织的罪名 无一不是他们通过一几多人的方式强加于我们的 这也就是多亏了我们的产业链足够争气 并且在诸多关键领域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知名企业 比如华为大疆比亚迪和海康威视等等 否则我们就是能提前想明白这一点 相关的替换工作要展开 那也只会难上加难 最后我还想补充一点 虽然金阿波罗口口声声说 他们家的产品和大陆的产业链没有什么关系 但就今天大陆产业链在全球制造业市场上的统治力和影响力来看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他们的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 他们觉得没关系 那是因为我们抠的还不够细 只要往系里抠我就不信 金阿波罗的传呼机和对降机里头 连一丁点大陆制造的痕迹都找不到 但凡我们可以挖出大陆产业链和金阿波罗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我们不妨考虑一下 寻着这条线 把大陆对金阿波罗的原料设备供应渠道给掐了 反正他们也是主攻美欧市场的 而且做的还是给美欧特务机构定制设备的生意 这种企业就算不是台独大概率也是独台 一杀一个准准错不了 杀了能近横不说 而且对我们还没有什么直接的经济影响 完了还能在中东那边传一波好感 顺带着恶心一把美欧方国家可谓一举多得 当年曾经有人问过金阿波罗的创始人许清光 你为什么不去大陆投资呢 对此许清光的回答是 去大陆我们真的没有优势 我们的对手能做的都做了 拼规模比产量不是金阿波罗的专长 我们应该专注自己的优势 努力做到世界第一 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让你当了世界第一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 我们为什么还要让你当这个世界第一呢 以金阿波罗为代表的这些个所谓台企 你们根本没有什么优势可言 你们引以为傲的所谓优势 都是我们看在前面上允许你们保留的 你们的好日子能过到今天完全是因为我们心善 你们确实应该害怕我们 不光是害怕我们的产业的优势 更应该害怕我们政府和人民的集体意志 像金阿波罗这样的企业本不应该苟活至今 更不要说还混成了相关领域内数一数二的小霸王 这样的污垢已经在被遗忘的角落里 被忽视了太长时间了 现在是时候该把他们扫进历史的垃圾桶 最后还有一个值得注意一下的情况 在黎巴嫩传呼机爆炸案发生之后不久 因为冷静门事件跑去俄罗斯寻求政治庇护的前CIA雇员斯诺登也发生 但是他所关注的并不是金阿波罗和他们生产的传呼机 而是苹果和苹果的iPhone系列手机 如果iPhone在出厂时也装有扎药 那么媒体将很快意识到今天所发生的可怕事件 没有什么可以为这种行为辩解的 这就是一种犯罪 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有可能因此而不再安全 不止传呼机和手机 此次黎巴嫩传呼机爆炸案的最可怕之处就在于 幕后黑手们可以让传呼机爆炸 那么他们自然也能让手机爆炸 那汽车呢 医疗期限呢 所有这些要过美西方之手的电子设备 是不是就都成了他们策划潜在恐怖袭击的载体了呢 他们甚至都不用人去实施恐怖袭击 只需要动动后台 直接引爆就好了 这不是危言耸听 以色列这次就展示出了这样的能力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吗 如果真的有 那么为什么每次刚好撞大运的不是美西方 就是以色列呢 为什么这种大运从来就撞不到和美西方 还有以色列不对付的国家头上呢 试想一下 如果日后美国又和哪个国家或组织 发生什么摩擦了 全世界那么多美国品牌的电子产品 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成为下一个定时炸弹呢 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是危言耸听 可问题是平时美西方政府和他们的媒体刀比例 就是这么栽赃我们的 就因为这事和我们中国大陆没什么直接关系 所以我们这么怀疑他们才会说这是恐吓 但凡这事和我们稍微沾一点边 那这事在他们看来就是血淋淋的现实了 我不希望看到这血淋淋的现实有朝一日 也落到我们的头上 这期内容撬好是我在918这天出的 发生篱笆嫩的爆炸 我觉得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和平来之不易 切莫麻痹大意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